我就是给他打一嘴巴 我还记得 我都是给他商量 我怎么说他就不同意 我都说他就这一会不行 任何人花我的钱不行 你是觉得这个钱 你应该要借给弟弟是吗 对 借的他就换了 他就是怎么说 他就不给我拿钱 一批我们家人 他就跟我干账 他老弟后来又借了三千块钱吗 这就是哪个弟弟 第三个弟弟 三弟弟 这一五年 具体干啥了 我也给忘了 他说这是 你卖完棉花就还我 但是卖完棉花了 他也没还 始终也没说啥时候还 反正我提过两次 第一次我提的时候我就忘了 就是今年嘛 我就提了一次 老三那三千块钱啥时候还呢 然后他说呢 那三千块钱给我妈看病了 我说啊 给你妈看病了 咱就不要了 但是当时我都给他说了 我妈有病了 我三天呢 他借 让我给你换 他把那个钱 借了 然后拿那个钱呢 就是给我妈看病了 当时他没跟我说 给他妈看病 真的 我一点也不傻话 母女是这个钱 就是今年他才跟我说的 他知道 这事他知道 如果你当时跟我说 那三千块给你妈看病了 老公 我一次都不会提 最后他不要了这个钱吗 没有 如果是他母亲呢 花钱呢 看病呢 我会无条件拿钱 至于他兄弟 我不想拿钱 因为他兄弟太多了 他不是一个两个 而且他们兄弟都成家了 都有孩子 他们应该承担自己的生活 你们有你们的生活 对 然后让他们承担自己的生活